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一个名字我就是花了两个时间想的 开头的时候我还提了很多的一些名字 都感觉到不羁地气 后来突然之间就感受到 因为我们是夏商周春秋壮国时期的文 轻动起自己作品 那我就是用玉来印含春秋时期的一些文化 这期作品是我们玉云春秋艺术馆的正观之宝 被大运博物馆购媒过去过后 它能展示在它的一个中国馆里面 做了这样一个艺术广告的话 希望我们下一辈来学习我们 比我们做得更好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 这批人想体现的一些价值 文化不足 刃